哈囉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 薰的實況 我是薰 然後 我們很久沒有回來實況了齁 恩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久 那 我相信 這麼久沒有 實況 應該差不多該把理由跟各位看官講一下 我也不想再瞞了 是的 恩 就是我 有考之考 其實我當初是怎麼講的啊 我說應該不可能指考 結果 結果就是 其實學生也沒有考得很差但是 就是填志願的時候 沒有好好填 就填到一些太好的學校 就 以為上得了 結果 就 沒有分發 呵呵呵呵 結果就考指考啦 所以就好長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實況 真的跟各位看官說個抱歉 其實 就算 就算我後來是決定要考指考 但是我還是很想 空一點點時間出來實況 但是 就真的 沒做什麼影片出來 好 然後 先跟各位看官說一下 今天我們來實況新的系列 霧雨飄散之聲 然後 各位看官不用擔心 其他系列的實況我還會繼續做 恩 就是minecraft 跟 帽子世界跟屍體派對 然後 絕對零度的話再等一下 恩 我們要等作者四書第三章 然後他四書第三章之後我們應該 就是 會懷一陣子 先把這個霧雨的飄散之聲實況 實況一下 好啦 那今天來實況這款遊戲呢 他算是 恐怖遊戲 但是 就是 聽過一些網友評價 我自己沒有玩過啦 就聽過一些網友評價 他在恐怖遊戲裡面 算是 怎樣 喔 剛剛沒有讓他跑 他在恐怖遊戲裡面 算是比較 沒有那麼恐怖的 那 再加上 聽說他的故事還蠻感人的 然後 這個 整個劇情都不錯 所以 恩 就決定 入坑啦 然後其實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膽小 恩 各位看官如果看過我絕對零度第十四集 你就會發現 一點點恐怖的 有的東西我都受不了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實在是太 就 聽說是神作啦 然後 恩 跟朋友約定好了 就是 要來實況這個遊戲 所以沒辦法啦 就 忍一下吧 然後 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講 就是 這一個 遊戲的漢話跟 帽子世界是同一個 團隊漢話的 然後 對 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所以 其實我很早就聽過這個遊戲 但是因為充值考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才來實況 現在已經有很多實況主在實況了喔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也歡迎來看我 實況這款遊戲 好 那 廢話就講到這邊囉 我們就 開始 吧 你看他那個 三個標題 也是 寫得蠻有私意的 好 開始吧 細語開始飄散 怎麼了怎麼了 移動方向鍵 跑步 Shift 喔這跟RPG差不多啦 那 好 我突然好怕喔 聽聞雙親過世時 那是個大雨滂沱的日子 發生了交通事故 我爸媽都還在 我講這種話沒有問題嗎 聽聞突如其來的壞消息 慌慌張張的趕到醫院 但是 已經太遲了 結果 沒能見到雙親生前的最後一面 葬禮就如雙親生前期望的 私密的進行 這樣聽起來就有點怪怪的 雙親從小就不曾讓我和其他親戚有所交流 因此 都沒有能通知前來參加葬禮的親友 異常的 安靜的葬禮 Demo 對於失去雙親的我而言 因為失去父母的存在而感到心痛 同時也感到一些 寂寂 雙親的忌日 不可思議的 當天是我的生日 嘿 為了慶祝我不久後即將進入大學 他們 拼盡全力的準備 好好好 沒關係 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從被摧毀的車中掉出來 要送我的禮物 正述說著這件事 喔 喔 怎麼辦 我現在緊張到一個不行 因為我真的好怕突然嚇人 五 啊 睡著了 欸這主角長得還不錯耶 好 再稍微整理一下吧 整理什麼 我現在不敢走啊 屍體 火葬許可 領取申報書 喔 要把東西收拾收拾 死亡診斷書 屍體檢驗書 申請確認書 怎麼讓我整理這些東西 裝滿了紅茶 但差不多都冷掉了 好像是相簿 因為所折而無法打開 拜託拜託不要嚇人 遺產稅的申報書 文件必須歸回書架上 這是鋼琴嗎 書架 書 喔喔喔喔 哈哈哈哈 現在一點點聲音都可以嚇到我 一碰到書架後 變 掉出了小鑰匙般的東西 獲得小鑰匙 現在我們家裡的 東西都是被鎖住了是不是 要稍微再整理一下 所以 這是鋼琴嗎 欸 懂了 他說 好像可以用手中的鑰匙打開 所以可以看到相簿吧 貼著以前令人懷念的照片 恩 哼 會不會翻到什麼東西 欸 相簿的部分內容好像被撕走了 中間有樹葉的空白 小時候的照片好像有撕下幾張 恩 哼 會不會突然跑出什麼 時鐘嗎 對啊我剛剛覺得那時鐘的聲音讓人很毛骨悚然啊 怎麼了 幹嘛 突然 哪裡 發生什麼事 要我去看時 喔齁 哈哈哈哈 你就說去看時鐘就好了嘛 時鐘似乎停止了 因為內部結構複雜 他沒辦法修好 總之下次先拿去修理看看吧 這樣子就行了 今天把門窗關緊就去睡吧 這邊沒有床所以應該要先出去 OK應該沒事吧 我們先存個檔好了 神奇 絲之 Kamisaki嗎 好啊算了 先存檔 喔那聲音都有一點 沒關係先去睡 還沒有確認門窗有沒有鎖 所以我還要再去看門窗喔喔天啊 欸拜託雖然我是在早上實況這款遊戲但是我還是會怕啊 老老的鎖上喔 這樣就好了吧 你該不會還要我去看窗戶吧 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那樣子沒有意義啊 雖然 我在家裡也會 必須很確認就是家裡的門有沒有鎖緊 因為真的會很怕小偷進來 好啦好啦 欸 真的假的 雲層很厚 一顆星星都看不見 似乎是個天空也在哭泣的夜晚 我們還要確認什麼啊 點點點 怎麼了 喔生日大餐 一個人的生日 放著豪華的蛋糕 但是 心痛感漸漸滲出來 明年非得收拾不可 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這料理大概很漂亮吧 但是差不多全都撫壞掉了 我頓時有一種鳥肌的感覺你知道嗎 可是 我們 要去哪裡確認門窗 這邊浴室趕快出去 我們還有什麼沒確認的嗎 難不成有後門嗎 還是這邊的窗屋 牢牢的鎖上 這樣夠了吧 天啊 原來是要我們確認這些東西喔 累了 好吧 睡吧 歐雅斯咪 好有一種難過的感覺 我希望 這故事是比較多那種 感傷的地方 而不是下耳的地方 突然的變成孤單一人 沒有人從小就認識我 也沒有人從前就認識爸爸和媽媽 這就是 無可奈何的 寂寞 好吧到這邊都還不錯啦 那你 欸 不要這樣 額額額額 過來吧過來吧 過來吧過來吧過來吧 可愛的可愛的我的孩子 請把全部交給我吧 欸我突然有點毛毛的欸 我現在鳥肌的感覺是害怕欸 過來實現約定吧 你們兩人 把約定分成兩個 只原諒你們所耗的時間和殘缺 只有現在 只有現在 所以 在未來的某天來臨時 過來吧過來吧 可愛可愛的我的孩子 請把全部交給我吧 不允許逃走 不允許 不允許 額 欸 嗯 早上了是不是 突然 受到了一點刺激 我們現在要 做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有人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是這個失蹤嗎 停不下來的失蹤 不斷重複的想著 得關掉鐘聲 喔他自己也會怕的 所以直接把鐘給拆掉 咦 咦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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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蹤的鐘聲好像停止了 從失蹤裡 掉出了 紙片般的東西 好吧 該認真頭緒了 照片 在照片裡 是年幼的他和雙親 以及 沒有見過的老人 煩惱背後 寫著一小段話 好像是媽媽的字 19XX年 X月X日 XX縣 XX駿 阿座和村 監視先生的父親 監視先生 我 失蹤 失蹤就是這個遊戲的主角 後面好像還寫著什麼 但是被磨掉了 無法閱讀 爸爸和媽媽 還要我的名字 這樣的話 一起照相的這位是 難道說是爺爺 在那之後 我過著忙忙碌碌的每一天 終於告一段落後 把心情整理好的時候 季節也轉變了 我迎來的暑假 欸我也迎來的暑假欸 漫長的大學暑假 足以令我變得憂鬱起來 在這樣的生活當中 我逐漸想起了 在某一天找到的 那張照片的事情 在那張照片上的人 說不定 就是我的祖父 一旦這麼想 還以為終於習慣了 寂寞 卻一口氣湧了上來 想見面 想去見一面 見面之後 想跟他說各式各樣的事 也想聽聽他說許許多多的事 懷抱這種想法 也正因為正好是暑假 我決定 要去照片上的那個地方看看 然後現在 我一邊在電車中搖晃著 一邊朝著阿作和村前進 那不是寫叉叉線叉叉巨嗎 這樣你還知道阿作和村在哪裡 你也是蠻厲害的 若是我我應該就找不到了 還不錯啊 那個 那個叫什麼氣氛有變得 稍微好一點 我覺得要稍微的放鬆一下 因為到剛剛我就 都是緊張到不行 然後 失之的樣子出來了 這邊應該是跟你說不能進去吧 沒有要下車的人 也沒有站務員 到村子的公車時間是 還有三個多小時 欸我知道耶 鄉下的公車都是很久很久才一般的 只好等了嗎 欸 三個小時喔 好慢啊 對啊三個小時 嗨 這應該超過了吧 不是吧 又要到晚上喔 喔~~~ 叭~~~ 欸真的到晚上 車 不對 是警車 喔 喂 在那裡的人 你在做什麼 啊不是的 因為公車沒來 公車 啊 因為很少人實用 所以已經停死了啦 欸 什麼嘛 你打算去阿作兒村嗎 是 看來那阿作兒村好像不是廢棄欸還是怎樣 天啊越來越可怕了 這樣啊 好吧 小孩子待在這個地方也是很危險啊 不建議坐警車的話 我送你去吧 為什麼會想到奇怪的事情 欸 真的可以嗎 應該是沒有差啊 他是警察叔叔欸 他應該是不會怎樣啊 嗯 那麼要去村子的哪裡呢 是 是的 是這裡 知道是哪裡嗎 該怎樣 拿槍出來嗎 呵 喔 啊 這是村子的資料館 資料館 好像是以前 好像以前是非常豪華的宅地啊 身為宅地屋主的老人過世後 我有沒有感覺這就是我爺爺啊 就變成了資料館喔 你去那邊有什麼事啊 沒有 沒有 想把親人的 蛤 那個 沒關係 就這樣吧 總而言之 先上 0A說 上車 天色一案 資料也會關門吧 這應該 這應該是車子的聲音吧 我覺得 欸 什麼 我們要進去那裡面嗎 真的嗎 真的嗎 那個 真是非常感謝你 不會 沒關係啦 更重要的是 你來這裡真的 有要事嗎 是的 雖然 超過開館時間了 我想管理員還在 但是 因為那傢伙很嚴苛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讓你進去 總而言之 發生什麼事的話 你有沒有派出所就對啦 好的 非常謝謝您 我們應該才會晚上進去嗎 是不是 好好思考一下吧 不 是吧 這小女孩比我還大膽耶 我們是不是應該效法一下她的精神 好 我們稍微進去個三分鐘 我就立刻結束 今天的第一集 我想先確認一件事情 好了 我這樣進去之後 有沒有辦法出來 好暗 怎麼了 是為什麼呢 有股懷念的味道 你 不要去找個手電筒之類的嗎 是錯覺嗎 有人在嗎 Anybody home 最好有人 好像有聲音耶 哪裡 等一下 恐怖遊戲有個通信就是 一進去之後就沒辦法再出來 我想確認是不是真的 還有要事 喔是他自己不想出來 這麼暗我是要看個毛啦 等一下 真的看不到喔 什麼都看不到 我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啊 對啊 樓梯太暗了 而無法上樓 到處都很暗啊 這樣我要怎麼玩 雖然寫著什麼 但是太暗了看不清楚 我們是不是要先開燈啊 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啊 而且我是 算視力比較差的耶 對啊 哇我們是不是要先開燈 鎖匙物品 什麼都沒有喔 天啊 我覺得我要卡關了耶 哇 好冰 沒有一點有用的東西啊 我現在真的好怕 而且為什麼BGM沒了 欸天啊 剛剛是不是震動一下 等一下 這邊有個發光的東西 喔喔喔喔喔喔 哈哈哈哈 死龍鼠 嚇我 等一下 我要先拿到那個發光的東西 欸拿到了 剪刀的鑰匙 好了有 音樂了 好我們要先搞清楚 鑰匙是開哪裡 的東西 又有發光 喔那不是發光的東西 欸很重耶 欸 我說你還真的很有勇氣啊 這麼晚了 然後你在這麼黑的地方 你居然 你居然在裡面走來走去的 我 已經沒有什麼勇氣了啊 而且剛剛已經 剛剛已經有出現一個嚇人的東西 那就是老鼠 雖然我覺得各位看官應該覺得沒什麼啦 嗯 已經來到了19分 快要20分喔 那 如果真的這邊卡關卡太久的話 我決定就先結束 喔 我好像有點線索 另一邊對不對 什麼 那鑰匙到底是開哪裡的啦 拜託 快告訴我 這邊應該是一排一排 然後有一個一個走道吧 我想 嗯 好吧 我們再找 30秒 如果真的沒有 我們想先結束這集的實況 然後看 各位看官要不要給個提示之類的 因為 因為 我相信它是 還是要用鎖食物品去開 所以就表示 這邊是不相通的 那我在想啊 因為 另一邊也有門 但是因為它是說 太暗了 無法前進 所以我在想 這邊是不是還有另一樣 就是可以 照明的東西 所以 好 先這樣子吧 那 我在想 要不要在 錄第二集之前 自己先試一下找找看 有哪邊可以打開門的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go to the episode 希望各位看官能夠喜歡這個 新系列喔 物語飄戰之聲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按個喜歡 然後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帳我旁邊按個訂閱 您的意見 不是 您的意見什麼 太久沒實況了對不起 呃 就按個訂閱 然後 隨時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就可以 不是啦 隨時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成為看官嗎 Be an audience 真的太久沒講了 真的真的會生疏 然後別忘了在 影片下方 評論就像這邊 您的意見所有影片進步 最大的動力喔 然後 在最後的最後 跟各位看官講一下 我們的粉絲團 已經開張囉 那 我在影片敘述的地方 應該會貼上我的 粉絲團的連結 那各位 看官 想要看到我最新的 開台動態還有 實況動態的話 可以去那邊按個讚 順便按個接收通知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 走到這邊啦 拜 拜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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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